最近,200多艘中共船只涌入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朱利安·菲利佩礁,引发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关注。 4月4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套多罗·洛克辛表示,在中共声称西菲律宾海的朱利安·菲利佩礁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后,他正在考虑采取行动或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洛克辛表示,大量的中共渔船是在中共大使馆宣称该地区为中国领土时才蜂拥而至,以表明中共宣称的诉求是一个事实。 这种像白痴似的行动,实际是一种策略,来来往往的捕鱼活动没有问题,但大规模聚集且滞留不去就是问题了,就需要采取行动。 中共大使馆否认这些船只是由其海上面兵人员操作的,并说,中共称之为纽尔礁的岛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共渔船在附近躲避一直是正常做法。 不过,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娜表示,他不允许自己被中共政府愚弄,并再次要求这些船只撤离该地区。 根据2016年的国际仲裁,中共在南海的一切主张无效。 4月5日,菲律宾参议员李萨·洪帝佛罗斯表示,中共是顽固的亚洲最大的恶霸,它尖锐地抨击中共船只在西菲律宾海朱利安·菲利佩礁的持续存在。 洪帝佛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滞留在朱利安·菲利佩礁的中共船只应该立即离开。 如果它们是中共声称的渔船,那么未经我们的同意,它们不能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 中共渔船最好收拾东西离开,全世界都已看清中国的灰色地带淹没。 他说,这种使用民用船只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的欺骗行为还要持续多久? 基于谎言和欺骗的战略并不会让人变得高尚。 相反,有时候它会暴露谎言。 他表示,中共想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但是它却成为了亚洲最大的恶霸。 它不但没有团结本地区,反而迫使本地区联合起来反对它。 中共已经无法挽回地破坏了部分海域,它理所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菲律宾政府应该已经在制定有效的方法,让中共为其入侵行为付出代价。 他认为,菲律宾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将这些所谓的渔船驱逐出专属经济区, 并拆除珊瑚礁和地貌上的所有非法建筑。 菲律宾并不孤单,国际社会站在菲律宾一边,选择持续的欺骗和侵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